Hello, 大家好, 这期为大家介绍的是最新的新加坡系列 第2,04,新加坡的,第2,新加坡警察 这个是丰田的黑市,这个是池墓车,警察车,04系列,包装一样 我为大家开箱了 开箱之外,我们看到一个塑膠盒,是这样图字会的 我们打开这个塑膠盒 打开这个塑膠盒,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车,认真说,不错 做工真是不错 那我们先讲车头 车头我们看到,有警察的闪灯,凤灯 大镜 大镜,司机位,望后镜 之后,Police 丰田的Logo 水箱 车头灯 这个车头灯,我会震一震 因为它不是普通那些 Groom的这样拉过,它是一个特定的 索构的零件这样配上去 水箱,车牌GBA925E 真车是有这架车的 有毛灯,有望后镜 看到没有,有望后镜 但没有真实 测眠,我们看到车门 然后有警察的拉花 有警察的拉花,窗口有铁网的 铁网的仰 因为真车都有铁网的仰 然后有缝梯铃 丹尾,有铁网灯,车尾灯,反光板,但这个是噴上去的 然后这架车是可以开的 它的后面是可以开的,虽然说是夸张了些 因为这些可以灵活开动的部件是这样的 然后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是空空的,没有东西的 这些,里面是没有什么东西的 空空空的设计 山上尺尾灯,山上尺尾灯 山上尺尾灯,插面也是一样的 司机位,司机位很普通 然后里面是两个座位 中间两个座位,前面两个座位 是这样的,一个很普通的车车 车轮是可以有避震功能的 是有避震功能的 然后车 车底,我们可以看到 底面的logo 代表达1.64 然后还有一个避梯 随便梯 是这样的,一个很普通的开箱 直到下一个新加坡系列的产品 应该是 伊森拖车 到时出了我再为大家提供第一手的资讯 多谢大家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开箱 可能看到麻麻糊糊糊 不好意思啊 下一期,如果有时间 我再比较详细一点 拍给大家看啦